我们常常就形容人家说了 鼻子很会闻东西很灵 就说你狗鼻子很灵有没有 狗鼻子真的很灵 不但能够当这个气丝毒品 甚至呢还可以成为诊断癌症的这个利器 美国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生说 真的人的身体啊 如果说你真的罹患癌症的话 会释放出一种酸味 狗就是闻得到这个味道 最高的准确度可以高达97% 但是呢国内医生劝大家 再怎么样也不要去相信狗鼻子了 要确诊还是要靠精密的仪器比较可靠 海关茶器走私毒品 或者是地震后搜寻救人 狗狗的神奇狗鼻子超灵敏 一向是第一线侦测器 根据澳洲新闻网报道 一位太太对她所养的爱犬 老爱闻她腋下并磨蹭 原本以为是在向主人示好 没想到医师却发现 她腋下有淋巴结癌 而一切正是神奇狗鼻子救了她一命 那狗狗的嗅觉细胞呢 有21个人的才4000万个 她等于是说她的嗅觉能力呢 是比人多了20万倍到50万倍 所以说她们是有可能会嗅出那种癌症细胞 跟正常细胞不一样的地方 而国外也曾以86名肺癌与乳癌患者 和83位健康民众做对照组研究 发现狗狗闻出来的癌症病患正确率 介于88%到97%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连澳洲触犬协会 研究也发现狗狗的嗅觉能够做早期 以及非侵入式的癌症侦测 每一只狗它还是闻得到毒品啊 或者是肉品或水果的味道 但是呢我们经过训练之后呢 它们对于这个癌症的检验 也是这种方式 今晚秀医师认为 癌细胞会分泌酸味 狗狗的嗅觉灵敏 确实可能闻出有癌症 不过肿瘤科医师则认为 癌细胞长大时可能会分泌酸性的异味 临床要用嗅觉检测并不容易 而且误差不小 现阶段民众还是用电脑断层 磁症噪音等精密仪器检测 比较可靠 中间新闻 郭王叔张正威 看不到